你好,今天是2023年7月18日 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 第一宗新闻就是想讲一下中国和全世界的经济 最近中国讲了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其实比预期低,接着很多券商就预期中国的经济差 你会看到现在有几件事,第一是外贸那边 全世界现在是在玩孤立中国的 欧洲就会跟拉丁美洲搞个联盟 直接说明是要将中国去孤立,这是第一 第二,也是内地自己的经济不好 你看到什么呢?看到恒大的业绩是很差的 两年,亏了这么多钱 根本是有机会经营不下去的 它不是第一家 另外的房企股内地也不会好 因为大家现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又没有期望过房地产会升值的时候 你叫他们去买一层楼 揹一条几十年的债是很难的 第三个数字,你会看到一些叫做毕业生 即是十几到二十几岁的青年人 失业率又创了新高 这些不是一些简单的问题可以解决 这些是中国的问题 反过来,美国问题也不差 美国第一,他们联邦政府的开支增长得很厉害 他们的收入又减少得很厉害 现在在玩国际化 那两边都相,无论美国或者中国都是相 不过,看看哪一个是可以忍受得久一点 那中国人有一个好处 那它是很捱得的 即是日子你就算怎样惨 你都不会差得过文初 也都不会差得过文化大革命 那时候,在一个全球十几亿人的地方 在一个全球十几亿人的地方 在说九零年的时候 整个GDP只是占不到1% 那全世界又是跟中国不做生意 那它都顶得过去 今时今日,我觉得中国也是会顶到 但是可能要的时间是会长一些 看回历史 中国自从在明朝之后 其实是封关的 即是封了二百多年 只不过,欧美国家 是想跟中国做生意 它才免为其难 可能在天津 可能在广州 是让你去过去通关 那即是中国 那么多年,靠自己内从环 它们都可以过活 不过香港就不同了 香港始终由开埠以来 都是在吃死方法 这样的问题就严峻一点了 这个是… 我常常说,为什么这么悲观 就是说 以前的中国和美国 本日中美脱欧 现在是外国不想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是… 香港是中国的其中一个主要城市 那个分别跟以前就在这里 有一个群组就是说 你不爱国 你政治不正确 现在不是说政治不正确的问题 我只不过是将一个信息带出来 告诉大家 现在的环境是不同了 不可以用几十年前香港的特色去想 现在… 我说了很多次 真的香港由超级联系人 变成超级不是人 但是很多人都得不到那个信息 还有就是 现在香港分了两班人 一班是过去那二十年 在资产膨胀里面 赚了很多钱 有很高增值、有钱的人 第二批就是一批工作阶层的人 两批的思维不同 那… 有些人… 譬如上次我上《威言大义》的节目 跟汪敦敬先生去讨论问题的时候 有些人就留言 我是打工仔 你的思维升不到汪先生那里 那我觉得不是讲思维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在说记得利益者 跟一些叫做在挣扎的人 那个思维不同 那…你说我是不是很受医食 都不是 因为我自己… 都可以勉强过得去 那我自己又不是追求物质 这件事对于赚不赚多些钱 不是我最重要的选项 而是…我是指出经济是出现了问题 是不可以支撑楼价 但是在一班高增值的眼中 他只是关心他能不能够赚到钱 经济好不好不是问题 经济不好 他就等时机去再买一些便宜的资产 去等下一转的升值潮 那… 这件事对经济是不是… 或者对有些人 现在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 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是没有的 那… 两件事其实都可以并存的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平衡时空 就是这样的 很有钱很有钱的人 很懂得运用资本 我觉得是对的 他们是有他的那个选项 没有问题的 至于一批工作阶层的时候 我只不过就是提醒 善意提醒大家 未来的挑战不少 你需要留多些的钱旁身 以免真的会有一个很大的损失 这个是我自己想和大家的终局 也想和大家再说多一会儿 自住楼是有感情因素的 你要自己计算你在感情那里 要付出多少 这个是另一回事 所以… 但是如果是买物业去做投资 已经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我们来来去 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件事 那… 就是… 分析楼市有各个不同的想法 大家不应该用一些很情绪化 尤其是… 有些是拿了重仓 在物业市场里面 或者是过去两年入市那些 他会… 觉得你这样去唱淡楼市 是不对的 那…其实楼市不会因为我说不好 而如果我有这样的威力 别人都会收买了我 我不是… 有这样的呼风唤雨的能力 那… 那… 你不应该用一个 带有自己 拿了仓的情绪 去对待市场的判断 那… 那… 这会影响你很多做的决定 第二个的话题 我想说的就是 经常说关于一些气候变化的问题 那… 你看到最近的… 真是非常的热 那… 那… 美国的凤凰城连续十几天是四十几度以上 现在香港五月几已经是三十几度 非常热 气候的确是一个议题 也是一个很巨大的产热链 最近两位绿色的大使 美国的克里和内地的海振华 见面 讨论这些绿色议题 绿色议题其实是一个很巨大的产业链 在2050年之前 有一百万亿美元 需要参与这些绿色建设的项目 比如太阳能、水力发电 或者一些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 是一个大家都盯着的项目 在几年前特朗普还是总统的时候 他退出巴黎协议 为什么要退出巴黎协议呢? 其实就是在说话事 我经常都说,四楼企业就是斗价钱 三楼企业就是做产品 二楼企业就是做品牌 一楼企业就是做标准 做标准就是很赚钱 你看看美国的巨头 好像是Microsoft 好像是Apple 好像是Google 他们就做标准 你看看你的手机 如果不是Android 就是iOS 如果你的电脑不是Macintosh 就是Microsoft 他们赚很多钱 你的手机又给了很多苹果税 上架的时候 你要给软件开发商 分一半给苹果 你就知道苹果可以全球去抽税 这就是行业的标准 过去环保的议题 欧盟是说了事 你看到最多最多 说什么欧盟几刑几刑 全部都是他去定的标准 那为什么欧盟要他这样做呢 因为过去那百多年 美国就是全球 整个经济体系的标准 因为他科技是先占先 他的军事力量是先占先 他们是有足够的条件 去做一个标准的华士人 欧盟看着 因为他以前是全球的华士人 变了老二的时候 有什么议题可以赶上来呢 就是讲一些气候变化的议题 气候变化的议题 可以是一个道德的高地 你没有人敢去挑战他 所以他就是做了出来 特朗普看到标准都不是我定的时候 就退出了 直至两三年之前 就是两年多前 俄罗斯和乌克兰做了一场战争 这些其实都是在美国刻意在背后去煽动 操控 因为明知在俄罗斯的门口 乌克兰是一个挑动到俄罗斯神经的时候 引他加入北约 一定会造成一个战争 出现了的时候 整个欧洲就乱了 以前德国所赚的能源红利 一下子就消失了 会将他的厂房搬去其他地方 就是说一招的能源红利 就令到整个欧盟 在这个叫做绿色金融 或者是能源那里 是丧失整个话语权 现在美国在这个时机 就要大家去制定标准 中国是全世界碳台放量最大的国家 他就走你和你谈论 怎样在这里定立他的标准 全世界跟这个玩的时候 他就有很多生意在做 这个就是说 大家不要常常看表面 说道德很高层操 其实后面都是一些叫做利益 你说中美现在的关系这么差 为什么会去谈这个议题 其实都是利益的分配 他只要拉拢到一个全世界碳台放量最大的国家 他以后是跟美国所定立的标准 大家一起去各式其式去玩这个游戏 这样的时候他们就赢了这个游戏 全世界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美国看到在这一份有可能跟中国去做世界的时候 就跟中国去做世界 那大家绿色金融或者可持续发展 未来是几十年的风口来的 那我不是为自己去买告白 自己出了两三本书是讲的 ESG 绿色金融 和炭中和 希望大家会多一点了解 因为未来的转型一定在这里 那我很幸运 几年前开始转型是做这一件事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叫做先行者的优势 first mover 我不是叫你说全程要去投资这些项目 而是认识这些项目 而在这些项目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分工去赚钱 我跟很多金融的朋友说你要转型 要转到这些项目 接着他第一句话说我不懂 我跟他说不懂就要学 就是趁在兵方马乱的时候 你先行进去的时候 你就有这样的优势 好像我先行进去的时候 我只是做培训 已经是排日子 已经是 不要说做不及 已经是令到我的时间表 填得很满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 市场这么大我做不完 看到的方向 每一个人在行业里面有不同的转型 有些人擅长于开发 有些人擅长于绿色金融 有些人擅长于应用 你就要看看你的强项在哪里 将这一件事转化 变成了一个新的业务 第三我想说的就是新旧交替 最近的一场温布顿的网球赛 一个年轻的二十岁的卡兰森 是赢了祖高域的 祖高域近年来我都觉得他已经是很神的了 在他拿的奖牌是比较威特娜 或者比较娜杜还要多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很神级的人物 想不到都会输给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世界就是这样 新旧就是要交替 有很多年长的人 经常都抱着一个心态 经常都说别人一鞋不如一鞋 自己那代就是最厉害 自己那代就是最惨 自己那代就是最艰难、最辛苦 我经常讨厌这些说话 经常说这些人永远是怀面过去 为什么不去从事欣赏的角度去看年轻人呢? 我相信大家看最尖顶的1-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一定是比以前的好 如果不是社会就不会是进步 不会是先进 经常说别人一鞋不如一鞋人 其实是他内心有问题 要么就是自大、要么就是自卑 永远觉得自己在这个世代最困难 其实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的困难 年轻人都有他的烦恼、困惑 还有他有付出的能力 那我会承认 如果你没有付出 是不会有这样的收获 不过在过去我们生活的 尤其是60后出生的人 他们很幸运 整个经济是增长的 就是中国经济又增长了 全世界一个叫做国际化 让香港吃了四方饭 那我都说了一句 不要把你的运气 就当了你的实力 在过去三大贩 金融、地产和外贸 都是增长的时候 你在那个时代 自然就会是水涨船高 那今时今日 现在那个饼是缩小的时候 打就打真功夫 你在逆市能够增长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的实力 那我相信很多我们这些年纪的 O Seafood 如果放在今时今日 他会不会逆市增长呢 我想大部分都不是 只是天时地利里面 他在那个氛围里面 那个饼是越造越大的时候 你一定是水涨船高 那不要因为你自己的幸运 而走去 就说 那些年轻人不够勤力 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都是有勤力和有思想 新旧交替是必然的 你应该是将你自己的经验去分享给他听 而不是走去手指指点点 或者拿着手去做事教他怎么做 今时今日已经不是我们的世界了 你说社交媒体市场 没有一本教科书是说得到 世界转的速度比我们以前是快 那你怎么可能还是用旧那一套呢 这个世界是要由一些新的东西出现 由得那些年轻人去主宰 就像艾斯卡兰山那样 他的打法是融合了拿道 融合了费特拿 融合了祖高域加上去做 那这些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做得到 那我觉得我们就要给他掌声 这个世界就是需要新旧交替的 不要经常以为自己 当你要是退出这个舞台的时候 就要安安心心退出这个舞台 最后的余温 就是将你的经验分享给别人 与时并进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